你这以后再找媳妇都得学会 你得听媳妇的 你跟媳妇对的干不行 你跟对干 你再整十个媳妇 你也整不住啊 我说这话你应该往心里去 对你以后指定是有好处 他这是给我上课的 四眼大爷正儿八经 找老漫 不料被女方劈头盖脸 一顿教训 到底是大爷做的太过分 还是大妈小提搭做 跟着七七一起 走进今天的相亲 看看他俩究竟水对水做 首先登场的是 咱男嘉宾刘大爷 你好是刘大哥吗 你好你好 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刘铁正六十三岁 离异 退休金三点二六个钱 吉林市一套五十一平一居室 刘大爷上过两次节目 有老铁应该对他应该不陌生 大爷住的是单位的公租房 虽然看起来比较简陋 但刘大爷的生活可不一般 铁卖你吗 何美山的 这茶具是您自己买的吗 姑娘给买的 这属于工作啥 就是玩服务 可以买两台解毒机 一个铁铁铁嘛 吃水 炒米 我都用解毒机解完了 菜 想着解毒机完了 解完了一尺 不是我没事就玩乐器 这会都是乐器 谢谢哥 这俩是二胡 这是板胡 这是东远 吉他 胡罗斯 你的设备太气善了 吉他胡罗斯 这是杨后 这是杨琴 不是这些您全会啊 都会 哎呀我去这可真是个宝藏老男孩呀 一进大爷家属时别有洞天 虽然环境方面有点差强人意 但刘大爷讲话了咱玩的就是情操 私事漏是为乌德心 大爷的精神世界妥妥充实的一笔呀 俗话说的好生地位 你开启一扇窗 就会为你关上一扇门 大爷的情感之路可谓是一场的坎坷呀 我前两人 离婚前都是 哎 尤其是头一个 锅耳瓢盆都拉走了 第二人也是走前 不管是我的 他得都拉走了 什么说的 什么大葱子 茄子 都得拎走了 和第一人离完婚 还能凑活吃个手抓饭 第二人离完就只能化饼通鸡了 这两段婚姻属是给大爷伤得透透的 所以这回再找办就想着安稳 度日就行 不敢再有太多的奢望和要求了 能够正经过日子 能够互相包容 互相抵贴 双方咋说呢 都是主动付出型的 一段好的感情永远都是两个的付出 没有人愿意娶个祖宗 同样也没人愿意嫁个大爷 这不红娘就根据老刘的要求 找到了和她同性的刘大妈 刘桂杰57岁离异 退休金2.1个钱 目前帮妹妹看鞋店 吉林有套50平一局势 可这俩人刚一见面 刘大爷就被嫌弃了 刘大妈这是职业病犯的 上来就给人研究穿多大马的鞋 但来都来了不能撵人走吧 紧接着俩人就坐下闹了闹 大妈问一句大爷答一句 整个现场气氛属是挺尴尬的 于是刘大爷就想出一个点子 用他的十八弯乐器挽救一下个场面 这是杨锦 来一首你能表达得个心情的歌曲 送给大姐的 其内无价 本想着用音乐来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又是吹拉弹唱又是慌的不能行 没想到大妈却对这些玩棱一点都不感兴趣 全程东张西望没有任何表情 爱妈这回是彻底陷入死鱼了 唠嗑唠的不顺利 展示个人爱好也不对大妈的心 那这相亲基本也就结束了 随后大妈给大爷留个联系方式 就借口店里还有事就走了 走的时候还特意叫住了红娘 虽然俩人留了联系方式 但是别整多心了那只是面子活 这段从头盖到尾的相亲算是结束了 红娘不死心了 于是又给大爷找了一个 孙秀杰56岁离异 退休近1.9个钱 虽然孙阿姨没有房子 但个穿着打扮方面一点不含乌 这不领着红娘去她的出租屋里 隆重展示了她衣柜里的衣服 咱就是说一套化妆品4000多 衣服也是不低于一千 你这一千九的劳保咋够开支的了 据了解孙大妈年轻的时候是干生意的 所以她特别注重外表 虽然后来房子都赔进去了 但这些习惯和爱好却一直保持着 那就去见见刘大爷了 看看她能否招架地住咱孙姨 孙秀杰孙大姐 刘铁针刘大子 你好 小的好像都没我 我觉得是不错 你觉得可以不错 咱们上次相亲失败的原因 你分析过没有 那些不行啦老板 有没有的必要 那不对呀 没想象从自身上 你有没有啥 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 没决出来 没决出来呀 那话说的少 你没发现吗 我该说也都说了 这不完独自了 大爷这是又被女方嫌弃了 红娘本想着劝劝大爷热情点 好好把握一下来之不易的机会 但老刘可不是那种会贯孩子的家长 就想自己随意发挥随缘就好 自然美呗 自然美 确实自然美 大姐您听说就好看 有没有我好看吧 有没有我好看吧 没有您好看 我没啥 我只要是这人能送你个热的 能一心捕食的 白头洗脑就行 你看你还有啥要求 什么标子 咋想就咋说 还别说这次比上次强点 知道顺着女方的话茬往下烙了 但是紧接着大爷就了解了跟前妻的事 吐槽起来嘟嘟囔囔的像个婆婆嘴一样 大爷的本意是找个话题唠一唠 没想到一唠就控制不住唠跑篇了 整出和前两任媳妇的陈年往事 孙大姐听完后立马不愤了 觉得男女婚姻走到尽头 指定不能是一个人的问题 相亲现场秒变孙老师婚姻小课堂 你吧你得从自身讲啊 我哪敢没做到 他为啥这样是 你这男人的学会哄媳妇你知道不 你要媳妇开心 你的日子才能做好 你这以后再找媳妇都得学会 你得听媳妇的 你跟媳妇对的干不行 你跟对干 你再整十个媳妇你也整不住啊 我比小听话 我从来不跟得 完了你在那不知声 他怼我骂我我都不知声 骂呀那你更难整 他不是说呢你知道吗 两人两口有毛子吧 直接说 别吵吵 你咋回事 我咋回事 我不会说我会做 有些时候吧 话也得说 光做也不行 别人不知道你咋想 我说这话你应该往心里去 对你以后绝对是有好处 哈哈我感觉这大妈在CPU刘大爷 但是我没有争取朋友们 老刘寻思着分享一下自己的过去 能夺得大妈的同情和好感 却没想到被女方疏落埋态了一番 这下刘大爷的底子面子都挂不住了 他这是给我上课的 就是如果我还是活到条件 能在一起生活 老刘这边心里十分的不爽 但是大妈那头也憋着劲 你烦火老娘还没相中 你那一米六四的个头呢 演员不过关扯啥都没用指导步 这人民相中咋的都不行 你知道这要我说演员是挺主要的 你这得丑得罪呀 就你交朋友的事 你就交咱们别说你交男朋友 你就说你交个女朋友 你不愿意丑的 你能愿意跟他在一起吗 大爷又一次的被淘汰了 这性格该说不说属什么葫芦啊 女人最讨厌这种男的半天憋不出一个屁 话都唠叨这份上夫妻酸作不成了 但是相识一场也算认识个朋友 于是孙阿姨就想着再劝劝老刘 紧接着将就把刚才搂着的话讲了出来 你想俩人出好了 那不是说得那么犹豫的 因为你也成过家 也受过伤害 我也成过家 我也受过伤害 彼此之间呢 都对这事特别能啥 等我再找老公的话 我一定考虑好 我不能说习糊涂 我就给他嫁给他了 完了到时候以后我再打仗 我再离婚 这一杯离婚玩 哈哈老弟顿时心疼大爷三秒钟 满心欢喜的出来找对象 没成想媳妇没整成 还被俩老娘们 一人埋态了一顿蜀式大冤肿 该说不说大爷 这一天也够难受的 但咱就是说两段婚姻 你都过成这样 那就应该好好点讨 一下自己的问题了 不过大妈这教育人的嘴皮子 不去开个婚姻 辅导班蜀式缺材了 看到这大家有啥想说的 欢迎在下方给七集留言 感谢老铁们的点赞支持